大家好我是米家 又是做什麼懶人包啦 你們班友常常說我們Happy Corner 反黨啦 這條片是故意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大壽而出的 概念是來自這個偉大天朝大國的統領 習主席習總書記 在今個月十六號 在河南考察時就說過的一句話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人 需要奴機 紅色政權 是從那裡來的 適逢最近有這麼多中立朋友 建制人士 希望香港廣大年輕人要做好國民教育 熟讀中國歷史 因應這些朋友的要求 我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而我認為只讀華夏史還是不夠的 三皇五帝 二十四史這些封建的歷史 又和大家何干呢 最重要的就是以多快好省的方向 熟讀新中國的歷史 熟讀黨的歷史 因此今天我們就和大家重溫 黨內革命先烈的治理名義 高舉革命先烈的偉大旗幟 以革命先烈的思想為指導 為大家深入貫徹正確價值觀 推動新中國歷史的認識 和國民教育 為表誠意 以下下來我都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純粹會引用這些革命先烈的說話 讓大家自己慢慢去咀嚼這些 那麼有意思 那麼有啟發性的金玉良言 那一開始 首先當然就要攻讀新華日報 以及解放日報 兩份偉大的共產黨報章 大家準備好未呢 準備好就開始了 首先第一段 就是來自解放日報 在1941年5月26日的社論 他就這麼說的 而民主與不民主的赤道 主要地要看人民的民權 政權 財權 及其他自由權利 時不時得到切實的保障 不做到這點 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保證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 政權 財權 及言論 出版 集會 結社 信仰 居住 遷移之自由權 中國一向是忠實於他對人民的樂言的 一向是言行一致的 跟此他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 與每一句語 都是兌現的 我們決不兇談保障人權 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情感 接下來就是新華日報 在1941年6月2日的社論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 能有正當的發展 可分兩種 一種是主張思想統治 這就是說 擺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 灌輸給青年 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 和選擇的餘地的 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 只有自覺和自願 才能產生深月成福的信仰 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 一般民眾都是如此 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 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 有許多事實說明 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 青年感到肯大的痛苦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 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 統治思想 以求安於一尊 鉗制言論 以使莫敢語讀 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漁民政策 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 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 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 卻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 又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 言論出版的自由 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 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 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 不能爭取勝利 不能建國 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 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 新民自由 是民主的標誌 沒有新民自由 便沒有真正的民主 反之 民主自由是新民自由的基礎 沒有政治的民主 而要得到真正的新民自由 決不可能 接著又到《解放日報》1941年 10月28日的社論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 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 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 即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財智之事 無從引進 良好建議 不能實行 因而所謂民主 無論搬出何種花樣 只是空有其名而矣 然後又是《新華日報》1942年8月2日 9月29日的社論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 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 英美兩大民主國家 採取這些重大措置 正說明英美兩國 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 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 同時 也有一些批評 他的批評對不對 是另一回事 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 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 全國國黨派能夠融合的 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 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 也是我國棄英提倡和效法的 接著就是《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的社論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 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 一個領袖 一個報紙的主張 他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 採取各式各樣的限制 吞併和消滅的辦法 如檢查稿件 任意刪削 威脅讀者 阻礙推銷 派遣特務打入報館 逐漸讓奪管理權 之後則強迫收埋 勒令封閉 然後接下來全部都是《新華日報》的社論 首先就是1943年9月15日的社論 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 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 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 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 都存在著多少差異 但無論如何 他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 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由 為人民所運用 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 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 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 重新獲得自由權利 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 充分享有自由權利 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 這才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 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接著下來就是1944年1月19日的社論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 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 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 接著就是1944年2月1日的社論 單說英美罷 英美是民主國家 也是人人供應的 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 為了國際的地位 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 恐懼是懦夫 疑慮是自私 反對便是道行 我們再次呼籲 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然後就是之後那天 1944年2月2日的社論 選舉權能否徹底地 充分地 有效地運用 與被選舉權有沒有不合理的限制和剝奪 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本來廣義地說 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 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 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限制了 所以真正的普選制 不僅選舉權要普及平等 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及平等 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 被剝奪 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 地位高低 權力大小為標準 而且也不應該以學問優劣 知識多小為標準 唯一的標準 就算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識和利害 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 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 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 甚至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 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 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 使人民能在實際上 肯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 在選舉以前 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 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 否則所謂選舉權 仍不過是指上的權利罷了 之後就是1944年3月5日的社論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 完全是日得以法西斯的一脈相傳 無論如何貼金繪彩 有無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 尚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接著就是1944年3月15日的社論 昨天報在 穆尼克在上週末暴動 革命精神刺裂 這是真的民意了 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 希特拉要有他自己的民意 就叫哥林去說話 真的民意出現了 希特拉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然後來到1944年4月19日的社論 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 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 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然後就是1944年5月16日的社論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 佐信生先生說的 我們不去敦促 自由者一客人 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接下來就是1944年5月17日的社論 他們說這一套是外國人的東西 卻不適用於中國 原來科學為求真理 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 環固派用國情特殊 來反對科學 自然科學的真理了 只有在社會現象上 環固派還在用80年前 環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 這和機械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 在外國如此 在中國也如此 而且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 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 有人說 中國雖然要民主 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 是不給人民自由的 這種說法的荒謬 有何說太陽力只適用於外國 中國人只能用陰力一樣 然後就是1944年10月3日的社論 一個平凡而有不平凡的新聞 據說美國在馬兆爾戰場 協助土人實行民主 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 這是肯平凡的事 從民主的美國來說 正應當如此 指的是不平凡的事 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 覺得新奇 覺得刺耳 覺得不平凡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 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 應受到尊重一樣 這也是從彼此激勵 護求進步 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 我們絲毫也不心存而懼 因為美國朋友的批評 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之後就是1944年11月15日的社論 將林肯總統 俄羅斯副總統哪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 事須在戰時 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循環的 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 他們不害怕人們公義的宣洩 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 他們不敢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 而且他們堅決地維持支持這些民主制度 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 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接著就是1945年1月18日的社論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 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 而加以無比重視 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 平等與自由 為什麽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 重視到認為沒有者 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 這是肯簡單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 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 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 天下為公 人人的權利都是肯平的 到了家天下 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 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 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含義 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 那麽怎麽能夠談得到民主 怎麽能夠實現民治呢 說到自由也是一樣 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 則民治從何談起 英國沒有成民憲法 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 所以雖沒有憲法 也是民主國家 由此看來 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 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 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 現在是民權的時代 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 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 真理是要勝利的 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 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 必須由民主政府辭行 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 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接下來就是1945年1月28日的社論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 所要的自然是真貨 不是代用品 把一黨專政化一下莊 當作民主的代用品 方法雖然巧妙 然而和人民的願望 相去十萬八千里 中國的人民都在爭著眼看 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 接著就是1945年4月8日的社論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 但如何變呢 我們只要看看人家 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 我們一切制度 政策以及其他種種 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接下來就是1945年4月13日的社論 傑非信的民主精神 引力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 傑非信的民主精神 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 在戰爭沒有波及美國的時候 羅斯福總統說過 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 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 且為此權利而奮鬥 現在 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 全體的力量來奮鬥 才能懷著信心之望將來 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 都可以自由生活 不受暴政摧殘 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 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 然後就是1945年4月15日的社論 為了國家和革命事業 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 我們哪樣犧牲自己 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嗎 第二 我們所有的一切事實什麼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 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 這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道裡 對青年所私人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 哪不過是違罪要莊莊門面而宜 然後就是1945年7月3日的社論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 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 民主的時代了 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 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 但我們要問 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 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予 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予人民 於是就要等待這種民主 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 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 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 卻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接著就是1945年7月4日 慶祝美國過慶的社論 年輕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 傑伐信、林肯、威爾信 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 令到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 這些偉大的公民們 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 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 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 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涼 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 從美國的革命歷史 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 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 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 不會忽視世界各處 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接下來就是1945年9月27日的社論 一個民主國家 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 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 這缺不是正軌 只能算是變態 就不是民主國家 不結束黨治 不實行人民普選 如何能實現民主 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 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 就看它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 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而且對於人民的實行者幾種權利 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據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當前的政治局勢 就可以知道 我們要完成民主建設 首要的任務就是 還政於民 就是把人民應有的選舉 罷免、創制、覆決四權 真正交換給人民 如果離開這四種人民權利 甚至任何人民應有權利都不交給人民 而高暢實施民主憲政 還政於民 那就未免是空談了 然後就是1945年12月9日的社論 民主一日不實現 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 確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 然後就是1945年12月11日的社論 學生罷課反對內戰 當地軍警出動鎮壓 在這情形中 誰是誰非 幾乎不待判斷 恨昆明學潮慘案 受害的確是赤手空拳的學生 他們既沒有武器 更非軍隊 而僅受到武力的攻擊 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 政府當局棄衰反省 接下來是1946年2月1日的社論 二十年來 尤其是最近幾年 我們天天見的事只去州官放火 不去百姓點燈 政府所頒布的法令 其是否為人民著想 姑且不能 最使人憤慨的事 連這樣的法 政府並未遵守 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 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 這樣的作風 和民主意志相距十萬八千里 所謂民主魂魂者 是真是假 我們卑之無甚高論 第一步先向政府所發的那些空投民主支票 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 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上不能兌現 還有什麼話可說 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 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 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 望政府是人民以大信 然後就是1946年2月18日的社論 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 嚴懲虐待犯人 毒殺犯人的兇手 未獲釋放的政治犯 應設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 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敲打犯人的非法行為 自由制1946年5月13日的社論 《本事消息內政部》公開頒行一宗限制人民遊行自由的法令 藉口是恐少也不辭 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 據中央社信其要點如下 負責籌備遊行的人員 須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遊行終止、集會地點 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 情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 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 須事先送當地治安主管機關審查 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至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 本事市政府亦已收到 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 有料這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 更可以隨意於事先防止 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 人民遊行以無自由可言了 接下來就是1946年5月17日的社論 現在官方豔養的論客們 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 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 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 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 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 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 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 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 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 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 為所欲為的安定 他們的統治安定了 中國95%以上的老百姓 就更會沒有飯吃 沒有異村 沒有事做 沒有書讀 沒有說話的自由 沒有走路的自由 沒有住家的自由 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接著就是1946年9月1日的社論 作統治者的喉舌 看起來盡自由了 但那自由也只限於毫奴 惡博應得的自由 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 你盡可能有妖學奴隸 人民賴眾的自由 但對主子則必須奉命為謹的 不公不敬 半點也不敢自由 然後就是1946年11月17日的社論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 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 經濟平等或政治民主 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 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最後就是1947年2月22日的社論 民主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 是有益治安 而應力加保護 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讓我們在這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 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那我們看過很多新華日報 以及解放日報自治朱基的文章之後 大家不知道還想不想看更多呢 當然我們除了要看這些黨入民宣的思想之外 我們還要知道黨的領導人的思想 根據中共黨章一直都在明的 是中國共產黨 是以馬克斯列寧主義 以及毛澤東思想為根本 然後才加入後來不同領導人的主張 那前者馬克斯列寧主義這麼深的東西 就不在這裡說太多了 但我們在這個時代 又怎可以不熟讀革命軍祖師爺 偉大的東方紅太陽 萬壽無疆 毛澤東主席的言論呢 最後我們就不如看看毛主席有什麼事 在1927年3月 毛主席就寫了一篇文 叫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裡面就說了一句 所以大家都應該很耳熟能長的名句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瘦化 不能哪樣雅智 哪樣松容不迫 文則彬彬 哪樣溫良功劍揚 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裂的行動 而在他的著作號稱兩論的其中一本 《矛盾論》裡面都有說過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射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 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 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另外在他另一篇文 《論池九戰》裡面都說到 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 他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染 又一張清洗自己的污濁 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 其力量是肯大的 他能改造很多事物 或為改造事物的開闢道路 然後毛主席也在1940年2月20日 寫了一篇名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紅文 裡面就是這樣說的 抗日大家贊成 這件事已經做了 問題只在於堅持 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 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 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 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 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 一件是獨立 一件是民主 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 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了 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 就是民主的抗日 或叫抗日的民主 沒有民主 抗日是要失敗的 沒有民主 抗日則抗不下去了 有了民主 則抗他十年八年 我們也一定會勝利的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 就是幾個革命階級 聯合起來對於 漢奸反動派的專政 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 說是有飯大家吃 我想者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 既然有飯大家吃 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 說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呂迪華 那個宣言說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 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 會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 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 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數人所得而思也 同志們 我們研究憲政 各種書都要看 但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 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 應該熟讀而勞記之 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數人所得而思 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 就是幾個革命階級 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 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所謂憲政 所謂民主政治 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 這樣的情形 在中美洲 南美洲 我們也可以看到 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 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 中國現在的環固派 正是這樣的 他們口裡的憲政 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 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 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 我的話是有根據的 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 一面卻不給人們以思耗的自由 之後在1940年12月25日 毛主席亦都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 對於黨內的指示 裏面就是這樣寫的 關於人民權利 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 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 財權、選舉權和言論、責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政府僅僅干涉藏門根據地內組織破壞或舉行暴動的分子 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 就是缺乏民主 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 因為只有民主 抗戰才有力量 中國國內關係和對外關係 才能走上軌道 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 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 中國缺乏民主 是在座諸所心知的 只有加上民主 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 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 才是有力的政治 而在1944年7月 毛澤東接待訪問延安的美國代表團中的講話就是這樣說的 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我黨的奮鬥目標 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 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 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 我相信 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 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 然後就在建國之後 他在1950年6月23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屆全國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的閉幕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演講 裡面有一段說話就是這樣說的 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他就是革命派 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 他就是反革命派 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而在行動上則令事一樣 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 如果不但在口頭上 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們怎麼不讀中國歷史 特別是新中國的歷史呢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又怎麼知道這些革命先列說的什麼呢 這些說話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 遇到哪些人不支持這些說法的反黨反革命分子 就必須要以黨之名捕斥他們 叫他們回去好好讀好本書 才再說愛國愛港 不過最後也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以上革命先列說的東西 你在香港說 暫時都不會有什麼事 過了元嶺仔以北地區 就希望大家不要亂說了 免得你被有關部門抓了 都不知道什麼事就不好了 今集做什麼懶人包 就趕著這麼多 下次大家有興趣想學的話 我再說多一點 不過怎樣也好 大家記得一定要牢記這些革命先列的說話 我們才可以鞏固昇華理想信念 為廣大的愛國愛港人士 傳授紅色教育 開展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 好了那先說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 就是記得follow我們Happy Corner 不同平台的社交媒體 在那裡你會得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最重要的就是Facebook 海哥 Ringo 賀奇寫文都寫得很辛苦 記得上去看 like和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如果你想得到關於我米家最新的資訊的話 就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最後都是那句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就記得做益者三有 有like和subscribe和share 我是米家 我們下一集做什麼懶人包再見